有一个铁路警察在高雄火车站月台上 对着一位街友出脚很踹 甚至把他包包里面的东西全都倒出来 心境相当嚣张的被人家拍下来了 相关情况的谢谢记者徐医生 医生 好 主播观众 画面上可以看到一名远警 跟一位坐在月台椅子上的街友在进行交谈 那么可以看到警察先是对着街友匕首画脚 但没想到这个远警突然是一怒 就直接往这个街友的脚上是踹了过去 甚至还把他手上的东西往地上丢 态度可以说是非常嚣张 而离谱的是 这名远警随后还拿起这个街友的包包打开之后 就直接全部都撒在地上 也让所有人都看傻了眼 让我们看看现场情况 可以看到这个远警是把东西全部倒出来之后 甚至还用脚来翻找东西 而这个过程全都被坐车的民众都排了下来 而这个事发地点就在高雄火车站的月台上 而民众把影片po网之后 也是引发网友踏罚这一名远警 其实在看看这个影片里面的警察的举动 也让网友批评这个警察根本就是在羞辱这一名街友 那么以上是我们现场万一讲到的最新情况